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你想想 阿軒 那件事在2004年 發生14年的時間 即是14年前 我當計到2007年 他才上報教會 講的是11年的時間 11年裡 甚至14年裡 從來沒有人想過 要報警處理 直到HK01 做這個專訪 做這個報道 揭發出來的時候 聖經公會 先主動報警 如果沒有HK01 這件報道的時候 是沒有人想過報警 這件事是離譜的 聖經公會 教會本身沒有想過 知情的牧師 或者團契的導師 也沒有想過報警 甚至是 事主本身都會覺得 都過了這麼久 或者他也不想公開這件事件 他也不想 聖經公會 當年的大主教 抗保羅 現在還在這裡 11年前知道這些事件 到現在 11年前 是沒有想過報警 整件事是懶得處理 直到有報道 衰了 黃了 要逼迫面對公眾 他才去荒仔警署報案 有多難 但你需要做的 這件事是一件刑事案件 不是說你聖經公會 自己關門 裡面那些 哎呀死了 不見了錢包 誰收到手機 那些小事 不是小事 而你根據管浩明的說法 當年 抗保羅 梁秀山牧師 知道這件事之後 他們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第一個反應 不是找事主 不是找阿謙 不是找阿斌 又不是找牧師X 是找法律顧問 去找法律顧問做什麼 問法律顧問有什麼法律意見 而法律意見就是 如果教會真的要去處理的時候 你要事主見得見他 得到他的合作 你才做事 否則我們就很難去做事 不知為何有個中間人出來說 哎呀 阿謙 阿斌那些 他也不想搞大件事 他也不想讓人知道 他們的身份 很醜 和他們也不想追究 這肯定一定是廢話 如果當事人 真的不想去追究的時候 為什麼說出來 為什麼要把這件事 上報給你大主教聽 很空閒 因為大主教沒有工作 不用去北京開會 所以這些芝麻綠豆的事情 都要上報給你 不是 他上報給教會 甚至經動大主教的時候 就希望教會正視 希望教會介入 以及對於這位牧師X 有一個處理和跟蹤 而教會的跟蹤是什麼 他沒有報警 甚至乎 連這位牧師X 都沒有接觸過 你聽聽管浩明的說法 就是說 不想他一個老人家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都要去煩他 這是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說起碼有三個男的教友 遭到性侵犯 都是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現在不是說 說有三個教友 突然間離開了教會 轉去其他教會 說有三個男的教友 是被同一個牧師性侵犯 你想想 如果當初在2004年 甚至2007年的時候 教會是直接有加入的 即是去報警 或者起碼都找這位XX問問他 你2004年如果立刻做這些事情 甚至報警的時候 肯定就不會有 後來更多的受害人去出現 所以在這件事上 其實性供會本身是值得譴責 也需要去指出他的問題 我就不太明白為什麼到今天為止 我不是很見到這方面 有一個這麼鮮明的評論 只是說教會要去證實 我們要為他代討 大家記得的時候 在很多年之前 XX小姐那件事件 其實這件事 告訴我們一個最大的教訓就是 你發生了事情你就報警 我想說這件事是一個常識 不是因為這件事發生在教會 或者與教會的人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要根據新約的教導 首先就把這件事在教會處理 免得我們成為一些沒有路法的人 很多教會的教導 但這與聖經教導無關 是不可以這樣應用的 我舉個例子 你的學校假如不幸發生了一件性侵犯案件 難道你說這件事發生在學校 我們首先就要向學生會報告 甚至乎我們不如在校園裡搞一場公投 究竟是不是要將這件事報警 不會這樣做 甚至乎在公司 假如你在公司不幸發生了這件事 難道你說 既然這件事在公司發生 那麼你作為公司老闆就有責任 下個月開場董事會 跟董事局成員講講 要怎樣處理 是不是要先拆電 不會這樣 那件事發生在場景 不代表一定要交給場景 那個機構去做 假如你不幸遭遇到這件事的時候 要立刻有勇氣的去報警 我覺得這件事是必須要做的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